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很漂亮的房子 很多这些房子以前都是犹太人 做生意在这边赚钱买的 有的自己住有的出租 后来这个城市颁布了命令 要禁止房租增长 然后这些人屋主呢 他就没有足够的钱去维护这房子了 九二九十他们就把房子给丢掉了 不要了 后来这些租客呢就自己跑进来了 然后偷店偷水住在里面 这个控制租金的这个法令呢 一直到一九一几年 后来过了几十年房价又涨起来了 这些犹太人的子孙呢又跑回来 想要把这些房子要回来 把这些住客和屋主的子孙 小红书